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近期又有玩家私信想知道有关3.2 3.3以及3.4卡池的消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推测下吧 截止到3月1日下半 迟迟未复刻的角色分别是 胡桃公子、克勤、优拉、申赫、雷、神、灵人、灵华、夜兰和克勤 从时间来看前三位间隔最长的是公子胡桃以及优拉 3.2除了草神 复刻位已经确定消攻八重公子 3月3日有崩降 剩下三个复刻位会是谁呢 比较有希望的是 胡桃一眠不复刻 雷神神连着复刻 优拉上期一起的阿贝多已经复刻 神力 新皮肤中四选三 推测是散兵加胡桃 优拉加雷神 考虑的是护魔每次复刻跟的都是良心武器 松赖上次跟的仓骨 这次跟的剃刀也合理 第二个原因是 3.4上半过年 复刻胡桃不合适 下半是元宵节虽是合理 但是复刻间隔太长了 3.0中离 3.1温迪 3.2小草 3.3也该到雷电将军了 至于3月3日为何没有凌华 如果凌华在3月3日真有新皮肤 没道理 现在还没有消息 所以时装大概率会在3.5 而且上次池子延期 复刻应该没这么快 考虑到深赫是离月角色 个人认为会留到3月4日离月大礼包里复刻 当然 你哈游也是自由的 以上只是根据目前信息 觉得最合理的排列组合 也有认为3月3日是雷神灵人优拉 3.4深赫胡桃夜兰削的 不过胡桃要是3.4 胡桃夜兰一起一个版本 让玩家抽齐一个队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麦很自由 这个真的太难猜准了 那么大家觉得会如何安排呢 欢迎大家讨论